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都一样 其实我有加的部分只有加这个 setcontinue下面 这个比较重要就是说 我去抓的话是抓那个Android底下的这个assets TripleDirect Index 所以如果说将来呢 各位要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你也也许不一定那个页面叫index 你可以另外在index2,index3,index4 你可以有很多index 然后呢针对不一样的 页面要显示内容 你可以用切换的方式 去把它们打开来 那这样其实就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基本上等于就是把那个 网页在我们的webview里面show而已 那user根本感觉不太出来 另外的话底下部分 我们是这fineview把它连结这没有问题 另外这个一定要让他able等于true 就是叫什么javascript 预设值好像是false 如果false的话呢 那你javascript不能run 另外的话呢 这里面的话我们还在增加一个 这个加不加好像影响不太大 因为他是一个这个webview的client 这client的话避免就是说我们额外再去开 开到外部的那个browser 就直接在我们这个web里面开 所以 这里应该没有影响 除非说你有很多个页面 很多个 外部连结的话才会有 才会影响 OK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就利用一个方法叫low url 去把我们上面的这个 这个路径把它漏进来 就OK了 也就是那将来是不是说 是不是可以 其实是不是可以做法 因为这个我们是把它放在access里面 那是不是说将来这边 是不是可以指向 你云端上面的某一个网页 它也把它做成什么 做成那个 Fonegap这样的形式 JQuery Mobile做的 然后把它连过来 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效果出现 那这样的话 差别只是说 可能开启的速度 会稍微慢一点点 其他用起来恐怕没什么太大差别 所以这里其实可以做很多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你懂了这地方 该怎么去做一些变化 应该可以做出很不一样的App 等于是两边是Hybrid的方法来做 所以这个 有关WebView部分 在那个 那个书里面的第13章也有了 所以等一下 我看有一些比较重要的WebView sample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是 叫做Search 叫做Flick 就是说呢 它也是类似用 传 UIL参数的方法 用GET的方式 去取得 某个网站上面 云端上面的一些相关资源 并且把它GET回来 GET到哪里呢 GET到 WebView里面 这种做法其实也是类似于 我们去存取云端上的资料库 那只是说这地方要怎么做 后面有相关的sample 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把这个sample 再试试看 等一下 顺便再了解一下 WebView的这个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 解一下 好 这个部分 我们先把我们来 解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